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杠机长 我们开车的时候经常从倒车镜中来判断后方是否有车辆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从倒车镜中来观看后面的车辆 也能判断后车与我车的距离多少 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就分享一下这个方法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下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判断后方车辆与我们车的距离 当后方车辆完全出现在我们左侧倒车镜的时候 完全占满我们这个倒车镜的画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距离大概在一米左右 现在我们下车去看一下距离多少 现在两车之间的距离是一米 现在我们把车往前开 开到后车占倒车镜二分之二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距离多少 我们看一下 现在后车在我们倒车镜的画面的三分之二 现在我下车测量一下 看看两车的距离是多少 现在两车之间的距离是三米 我刚才下车去量了一下 当后车出现在我们这个画面三分之二的位置的时候 这时候距离呢是三米 我刚才演示的呢是左侧的这个倒车镜 这里呢我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左侧倒车镜和右侧倒车镜 后车出现在同样的这个画面 出现在位置的时候 那么距离呢是不同的 比如说刚才这个左侧 它出现我的画面三分之二的时候 这个距离是三米 那么这个右侧呢 它就是五米 它有一个距离长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现在我们再把车往前开 开到这个后车站稳 倒车镜三分之一的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距离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现在后方车辆出现的位置 是站稳倒车镜三分之一的位置 现在我们出去测量一下 看一下距离是多少 现在两车之间的距离是十米 我刚才出去测量了一下 当后车出现在我们倒车镜 三分之一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两车的距离是十米 因为这是左侧倒车镜 那么右侧的这个距离呢 就应该是十二米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呢通过倒车镜 能很好的判断这个 以后车的这个距离 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开车呢 便于我们这个安平驾驶 相对来说更安全 有效的呢掌握后车与我们的距离 我们在便道的时候做到心中有数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 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给我点点赞 转发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